观光局于今18日上午收到恐吓来信 宣称已在寿山动物园及连池潭龙虎塔设置爆裂物 考量市民安全 观光局除立刻报警并协同警方及庙方启动紧急应变措施 并疏散现场民众 局长高敏林表示 为维护市民安全 观光局第一时间即启动应变措施 由于龙虎塔属辞技工所有 除报警也立即通知庙方配合应变 而寿山动物园一于半小时内 迅速完成750名游客疏散作业 并进行园区全面巡检 因为查获任何可疑物品 明日动物园将正常开放 并加强园区巡查及安全管理措施 以确保市民及游客安全 高敏林说 近期全国观光景点接连收到炸弹恐吓通知 今日高雄著名景区连池潭龙虎塔及寿山动物园 也接获署名宋林林民众来信恐吓装设爆裂物 并指出如未支付1000万元 将进行引爆 因龙虎塔属于慈济公所有 观光局于第一时间立即向警方报案 并通知庙方 于现场拉起封锁线 关闭龙虎塔铁门 以管制游客进入 经辖区远景入内巡检后 未发现可疑物品 后续将持续加强 连池潭风景区人流管制 并请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视 以确保民众安全 此外 寿山动物园 于10时30分左右 透过全员广播及保全引导撤离游客 约20分钟后完成750名游客疏散 同时依官网及脸书公告修缘一天 古山分局一出动警力迅速抵达园区 并组成紧急应变小组 与园方工作人员分别针对授射 外展场 草丛 园区步道 动物观察廊道 公厕极致物柜等容易藏匿物品之空间 进行地毯式搜查 索性未发现可疑物品 明日将正常开放园区 园方表示 民正常开园将加强观察民众入园情形 与园区内巡查工作 也呼吁民众请勿携带危险物品 而若游客发现可疑人士 也请尽速通报园方处理 另也移请警方提高园区周边场域巡查频率 以维护市民安全 寿山动物园补充说明 考量游客权益 散客可评 今日购票证明 于今年底前评票入园 团客部分则采现场退票 线上平台购票的民众 则由园方协助于园平台办理退票 不再收取手续费 动物园最新资讯 可知脸书粉丝专页https 冒号斜杠斜杠3w.fac1bok.com 斜杠SHOUSHNZOO查询 那寿山动物园 今日上午接获不明恐吓性 那我们园区也立刻 紧急启动紧急应变流程 那我们在10点50分 也全数把园区内的 750名游客全数顺利梳理 那目前的话 就配合警方来进行园区的全面巡检 那园区的同等 也进行动物的参观界面 那还有一些隐蔽处一起来进行 那目前的话 我们今天园区就是预防性的安全 休闻一天 那游客的相关票券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 来做相关的退费程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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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